先按確立 並且先把這幾個東西先做出來 報名先往主推 加入這個園之後 那還要再加三角形 特別注意就是在這裡 請你再建立一個新圖層 建立新圖層 在圖層裡面 它有所謂的圖層的概念 那每一個圖層之間都是獨立的 比如說原來這個背景一定在最下面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園 圓跟三角形 它們如果要把它分開的話 這個地方就要建立所謂的新的圖層 再去畫那個三角形 否則圓跟三角形會在同一個圖層 因為你移動的話它會一起移動 你沒有辦法再做後續的其他處理 再來一樣的方式就是在這裡 三角形直接選一個三邊的 顏色記得是從這邊去做分感 那預設的話是黑色的 所以你在這裡的話 你記得就把它改成白色 再去做畫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那三角形你就 拖拉出一個三角形 大小的話你大概 調整一個大概的一個尺寸就可以了 接下來它就會獨立出一個三角形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才是三角形 那接下來我要把這個三角形做什麼 做一些放大縮小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在那個 在編輯裡面有所謂的 變形 這個任意變形有沒有 那我建議你們可以把這個指令 寄下來稍微寄一下快附件 就是Ctrl-C 這個Ctrl-C 蠻好用的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針對 這一個 這個圖層上面的物件 做一些設定的話 Ctrl-C 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直接可以讓你在這裡做一些 變形的動作 Ctrl-C Ctrl-C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這時候